大家好,我是我55哥 今天講這條影片的關於最近的新聞 是虛擬貨幣 一聽這三個字,可能很多人已經沒有興趣聽 就走了人了 不過我希望大家給少少時間 幾分鐘,五分鐘,十分鐘,聽一聽我講的 可能對你未來也有幫助 不妨留意吧 為何會講比特幣呢? 事源有些新聞 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我支持虛擬貨幣 亦有玩比特幣 很多年前的故事都不常講 之前的影片都已經有講 很多年前開始玩 玩到現在的 所謂玩其實都是買下賣下 儲存在這裏 賺了錢,然後放在這裏 詳細看回之前的影片 今天為什麼會講呢? 就是看到有些新聞就開始有多人講 你看到 這裏說有11個跡象 大好友說1.4萬 Tom Lee說的這些 這些新聞開始多了 另外這些網站 但我覺得 虛擬貨幣很多人都不相信 或者不買 也都覺得是虛的 好像我們玩遊戲那些 那些幣 用一些幣來買東西 買CandyTax的公式 或者買各種 打鬥的武器 可能很多人都還是停留在這個階段 覺得是這些 但我勸大家 如果未認識的 或者不認識的 不妨研究多一點 沒有壞的 你不一定要拿來買的 不過 知多讓信息 我覺得 大家對未來是會有好處的 亦都有很多動作 看到的 特別是大公司的動作 就開始動作 是做很多事情 其實他們一直都在部署 我覺得 只不過我們這些小市民 一些藝民 很多是未必知道 當他推出出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太遲了 當然 那當然有些人就插你 這些假東西 無謂信 不要緊的 每個人有不同的意見 那你不用全聽一個人說 自己做些研究 所以我頻道 都依然一如既往 都是說自己做自己的大師 你不要相信別人說 也不要相信專家說 你自己真的要研究 就不要說 不研究 沒有任何資訊 就說這個不是 或者這個是 這個態度就不太好 那你再看回 這個網站 大家值得去看 區塊客這個網站 很多最新資訊都在 我覺得他都很忠肯地做 給一些新聞出來 那譬如Facebook Facebook自己會有個 加密貨幣的支付系統 那這個 都幾好 都幾厲害 如果Facebook 真的做到出來 那還有其他 摩根大通 微軟這些合作 你見到很多 其實已經正在做 不妨留意一下 看看這些新聞 坦白說 我都幾買的 其實 就是坦白說 不知你怎麼看 又這麼說 當他風行的時候 就個個都說 譬如我們可以看回 YouTube那邊 如果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一兩年前 或者再幾年前 其實沒有什麼人說 加密貨幣 那突然之間 去年前 就很多人說 那你見YouTube上面 很多YouTuber 都在那 慢慢說加密貨幣 有些當然是銷貨幣 有些當然是銷貨幣 可以賺到Affili 這些大家明白 推銷多一點 有些東西就推了你去死 譬如有個 不說哪個網站 總之推你去 那層額息 就死了 整個網站死了 整個幣都死了 全世界的人 就在那裡 媽媽叉叉 很多人都在外國 美國的YouTuber圖 就說他當時 怎樣怎樣害他 這些就 不詳細說 那一定會有什麼事情 那些 這些傻傻傻著 那我們現在看Youtube 有沒有人說 加密貨幣 例如 加密貨幣 現在找到最近2月 是7月 都沒什麼人說 兩周前 這個好像是馬來西亞 近時都有 我記得他有說加密貨幣 這個不用說 這些全部都是舊 所以真的沒什麼人說 比特幣 比特幣 開始多了一個 這個未見過 這個是我兩個月前說 大家應該看過那條影片 其實都沒什麼人提 這裡說是因為最新有訊號 見到它是上升的 似乎真的不多人說 當然如果外國 其實近來都多了人說 而香港 告訴大家 其實香港也有兩個都說 挺好的 一個小貨子 其實他的頻道 我覺得做得挺好的 大家不妨去看看 他也有一堆影片 是說非得幣的 另一個頻道是一燈大師 一燈大師也有說 他這裡很多正事 我都學到東西 有些他教我們在Youtube之外 去賺錢 他那個是 剛才好像是Stamp 即是用Stamp那個 Dtube應該是Dtube 大家可以找回他的影片 一條講是講Dtube 這個這個 幾值得大家去試 如果有玩開Youtube 不妨就放在這裏 我都未做 我都常說想做 還沒有時間做 我覺得幾值得試一下 這個可以賺多些美金 都可以的 大家不妨看一下 我暫時就見這兩個Youtuber 有講的香港 如果有其他的 不妨留言告訴我 我都想知道有沒有人其他 為什麼我留意有沒有Youtuber 講呢 因為其實都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這個 加密貨幣跌了很多 突然之間這陣子 就升得很厲害 今天就升了6.5% 都很厲害 很久沒見了 去到5000拍 這個高位都很久沒見 那去看他的圖 其實他都挺誇張 其實都可能跌了 那去看看他的 他的Wikily圖 你看看也很厲害 就是由高峰下來 那時候那時候 港幣幾百1個 跌到非常誇張 那呢 现在真的有些趋势,如果真的要用图来看的话 6000元阻力位有机会穿 图的东西就相信了一半,当然不会相信了 不过以图论图,他又似乎过6000元有些机会了 现在在这个平台Bitflix那边就去到6000元 当然其他平台就不同的 要看回日战图呢 都挺帅的,升得挺帅 大家可以看到,是挺帅的 的确不错,那又看看怎样 其实我之前也有 看回自己旧的东西,我近时 曾经有 一条片找回,是呢 就是这条片,讲一下 去年10月18号 当时我过6000元订阅,我就说送 小小礼物给网友 多谢大家支持 那当时我就 没想到 又不知道怎样送 即是送些实物东西很麻烦 不知怎样 记得很麻烦 那我不如送些虚东西,所以就想起 送Bitcoin 应该有些朋友都可能有Bitcoin 我都不相信大家有没有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件事 或者不信这件事 没有荷包去装 所以我就那时做了这个小决定 送50元的 Bitcoin给大家 当时就说有 答中两条问题 另一条问题 大家可以听这条片 我都不记得 答中了问题之后呢 就送50元的Bitcoin给大家 只有三位 很快就三位 当时的50元 就是这三位得到 这个 好像都还在 好像有见他的留言 跟着呢 现在 我今天看回 就已经去到 81元 其实由12月 到现在 这么计 50元都变成80元 即是升了60 几% 其实都挺夸张 如果一个投资 4个月 你就可以升到60几% 真是 不错 所以我都早 这条片之后 我也有出过这条片 都叫大家 都建议 又不是建议的 就是我自己 当我自己 我会 入少少货 当是 儲一下 你当买一只牛仔 随时会打霸 输了 不肉痛 那只 所以我经常有这样的建议 不知道大家 不要做 不要紧 你不信 就继续不信 因为投资的 其实很难决定 有些人 说买金 买银 因为我自己 真的有做过 买金买银 但我又 觉得 对我来说 不是很适合 可能 各个人不同 可能有些人很职 炒 伦敦金 或者 紫黄金 可能 取得很职 也不一定 因为他都好似 玩棋子 你可以 杠杆 这么做 我都见很多朋友 是赚到钱的 不过又不太适合 我 就是 看人 我始终觉得投资 是看人的性格 穩定適合你自己 今天我先讲这么多 因为我觉得 虚拟货币 值得研究一下 大家 有些人 或者有些人 是比较不信 这些东西 我都明白 可能我是 IT出生 所以我倾向 我都喜欢研究 这方面 可能 跟行业有关 或者 知识有关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不妨大家留言 给点意见 看看你的 取向又如何 你信还是不信 不信 不信 是什么原因 或者信的那班 就留言 如果你本身有YouTube 讲虚拟货币 不妨 留条link 给我 让我去看看 大家交流一下 今天 先讲这么多 如果大家 很新的 又不知道 怎样 开户口 小科之 我记得有条片 是讲 怎样开户口 你可以找 在哪里做买卖 如果我自己 也是用 Tiebit 我觉得Tiebit 比较安全 以前就用另一些平台 那个平台 我的收费 差价 抹得宽 Tiebit 我觉得OK 而且 都用了这么久 年纪 年纪 没什么问题 入钱 很方便 你去 银行入钱 也可以 去他的office 入钱 原始就可以 trade 你可以自动过来 荷包 整个过程都很流畅 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发生过 所以我都 预认这个 始终 平台 我不太信 大陆 有些人可能 会用大陆的平台 不 我自己倾向 不多信大陆 那些 大家 不知道怎么看 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去Tiebit 可以在下面的银行 按进去 就可以 去到 开户口 也是实名 实名认证 要 要 ID 卡 如果你未开 我觉得可以先开 什么都没有 又未交易过 又不知道怎么买 因为 开波 学这个 虚拟货币 或者加密货币 买卖 你是花点时间 努力 首先你明白了什么 加密货币 那么 除非你真的很想学 不然我都免得出片 因为都没什么人看 另外 你要自己做少少研究 是不是值得投资 你试过一两次买卖 你才知道整个流程是怎样的 因为是有些复杂的 我几年前 都五 四五年前 那时候 说的是 好像是 好像是 两三千元 两三千元一个 没记错 我都先查记录 那时候买 都觉得贵的 因为始终都是虚的东西 而那时候买 是超级麻烦的 开户口也很麻烦 我搞了几天 我才买到 少少 买到一个 那次 应该 前后买到几个 那时候 真的不信 亦都不懂 试一下玩一下 几千元 试一下 所以是 複杂的 我觉得 就算我IT人 也觉得複杂 其他如果没有IT底 要明白 背后的结构 都是有些难度 所以不妨 去YouTube 或者其他渠道 学一下 学完之后 你有个 熟了 你应该 就 有帮助 我只可以这么说 我是信的 所以我才这么说 如果不信 你也不会听到这里 你早就离开 这条片 今天就说到这里 明天就跟大家见面 就这样 拜拜